大家我是POW,週一到週五,因為季度 還在習慣我們的新場景,希望你喜歡 我們來看Dead by Daylight,Pinocchio 這個同學要求的一款遊戲,我們來講講它 看了以後我都有點想玩,因為其實我玩過類似的 玩過一個手遊版的,叫什麼第五性格嗎,第五人生,第五什麼,第五元素,第五什麼 還是第六什麼,算了,不管 總之這個遊戲的玩法,我們很快看一下你就可以看得懂 不過標題是Dead by Daylight的意思是,天亮的時候你就要死了 所以By這個介系詞很有趣,就是在一個實現之前 所以天亮前你就得死,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Dead by Daylight,然後他故意有押韻,兩個D的字這樣子 Alright 他的一個,我們是看他那個網站上的介紹 那網站上的介紹,他的描述就是非常的精準,也寫得很好 Death is not an escape,所以死亡並不是一個解脫 聽起來好像就是很屌齁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前面的一個基本的描述 然後我們來看他每一種角色的玩法 我覺得這個就很夠了,因為他 我找了一下相關的一些,評論都沒什麼好看的 我們直接看出他的玩法怎麼玩是最直接的一個介紹 So, Dead by Daylight is an asymmetrical multiplayer horror game where one player takes on the role of a brutal killer and the other four play as survivors 第一句,你看完我就已經覺得哇好酷喔,真的,為什麼呢 他是一個 asymmetrical 我這個字很值得介紹 symmetrical的意思是 靠北 symmetrical的意思是兩邊對稱 所以我們人的臉是symmetrical 因為左右一個眼睛,鼻孔,眉毛 連嘴巴切開來都左右邊大概是一樣大的 你不要跟我說有人嘴歪眼斜或中風 那個就不要扯了 一般的人左邊兩邊是就對稱的 那甚至我們整個身體左右隔一隻手,左右隔一隻腳 所以symmetrical是對稱 那麼什麼是 asymmetrical加個R在前面呢? 就是不對稱 所以這遊戲的這個權力方是不對稱的 像如果你講以前我們玩的counter-strike好了 對稱的,因為可能就15對15,16對16個人 所以一般來說為求公平玩家的數量會一樣 可是他是一個 asymmetrical multiplayer 而且是multiplayer就多人的 恐怖遊戲,horror game,horror 那在這個horror game裡面怎樣呢? 所以用where接下去 One player takes on the role of a brutal killer 一個玩家,take on就是承接了一個什麼東西 像你如果承接一個任務,you take on a mission 你承接了一個新的案子,公司的案子 you take on a project 所以take on這個就是去接受什麼東西這樣子 承接什麼東西 so,一個player take on the role 所以承接了一個角色,什麼角色呢? 一個很獸性般的一個殺人者 這樣killer,a brutal killer brutal這個字,ok啦,就是野獸般的 而另外四個玩家呢就是存活者,倖存者 所以這個遊戲是五個人玩的 五個人還蠻容易臭的,說真的 即便現實版說不定在這個疫情底下 五人內室內玩都可以 so,as a killer 所以身為殺人的人就是壞人 我們也不一定認為他是壞人 應該是吧?好,所以 your goal is to sacrifice as many survivors as possible 所以你的目標就是來去把這些信存者當成是一種犧牲 你能犧牲多少他們就是最棒的這樣子 so,as many as possible 盡量讓他們去犧牲掉 就殺嘛,他用一個sacrifice這個詞 聽起來好像某種宗教儀式般的 所以身為survivor相對來說 而 so,as a survivor your goal is to escape 蠻容易想像的 你的目標就落跑了 and avoid being caught and killed 躲開 避免被抓到以及被殺掉 酷 再看下去 這邊有了一張圖片 然後survivor的這個目標 所以survivor之一或許就是這個妹子吧 所以他這邊講了一下 how to win 所以要是survivor 你要怎麼贏呢 as a survivor your main objective is to escape the map and leave another day 所以你主要的目標 objective 就是來逃離這個地圖 然後再奪火一天 live another day to achieve this you must repair five generators to power the two exit gates while avoiding the killer 你需要修理五個這個發電機 generator 我記得之前我玩的遊戲也是這樣 就在那邊修修修 你修的時候就會在那邊做一個搖擺擺動的姿勢 從後面看起來的話 然後那時候你是不能動的 因為他有一個錶在那邊跑 你叫channel這一件事情 那可能需要修個五秒十秒之類的 說不定你聽到Killer腳步聲從後面咚咚都跑過來 你這時候就要判斷你到底要停下來 whether you should stop and run or you wanna grit your teeth and finish the repairing and then run or或者你會犧牲掉你自己 也不一定 so anyway 所以這第一個修五個generator 以及你就能夠power 就啟動這兩個exit gate 這gate就閘門 所以兩個逃跑的閘門 同一時間你還得avoid killer 這邊還沒講完 stealth 我們在昨天的call of duty 有講到stealth這個字 就是隱形的概念 我們這個跟invisible這個字我認為不太一樣 我稍微打一下好了 所以這個stealth 就潛潛行有沒有 潛龍蝶癮那個潛 還是是念潛啊 潛水的潛嗎 不對 潛可能比較對 yes ok 所以這個叫做stealth 所以就是暗地的行動 那有另外一個字叫做invisible invisible就真的看不到 像我們說那個 美軍好像已經 就軍事上已經發展出 一個斗篷之類的 或者一個布曼蓋在你面前 然後他能夠反彈光 所以你會看不到眼前那個人 我認為那個就叫做invisible 因為你真的是隱形的 那stealth則是 反正我就躲暗處 你知道潛行這個字可以理解吧 我大概其實解釋到這樣 你應該也已經懂了啦 所以總之invisible跟stealth不太一樣 所以你要躲開 你要躲 你不是真的變隱形 所以survivors have no means to harm the killer 哇這遊戲這麼 所以survivors是完全沒有辦法殺害這一個 就或者傷害到剛講的這個 killer玩家的 to avoid being caught basic strategies can be used such as crouching behind obstacles hiding in tall grass dark corners or in lockers 酷喔 為了躲開 一些基本的策略包括就可以被使用 好比說什麼呢 crouch這個字就是去蹲下 我記得Stanley前幾天才問了一下 那個叫臥虎長龍的部片 還真的有用到crouch這個字 所以那就是臥下的概念 crouch 那臥虎長龍的英文片名真的叫做 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 所以你可以crouch behind 在什麼後面 obstacle就是霧 一些路障 所以你是躲在路障後 前下之類的 hiding in tall grass 藏在那個長得很高的草裡 或者一些很暗的角落 或者就躲在locker locker就是那個置物櫃裡 the survivors must be careful when performing fast actions or making loud noises as these may draw the attention of the killer 所以你一定要小心 當你在做一些很快的動作 或者在製造大量的聲音的時候 你可能會想怎麼可能製造大量的聲音 我在猜你在修那些generator的時候 大概bob 免不了一定就會引起那個killer的注意力 他可能甚至會接受到通知都不一定 因為遊戲的設定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這些東西可能會 these may draw the attention 所以吸引注意力 我們可能會用draw這個字 ok draw catch也有可能 ok draw attention 我們有時候這兩個字會走在一起 好所以這是第二個要做的事情 我們把它看下去 這邊有好幾個不同的tab 下一個tab spotting the killer 你要怎麼樣看到他 所以這個spot的意思就是 他在那 他在這 所以你可以spot他 when the killer is nearby a heartbeat sound becomes audible 原來如此 所以當killer在你附近的時候 一個心跳的聲音就會變得讓你聽得到 所以你可能會聽到 這個麥克風應該收得到我的聲音 所以一個 heartbeat sound 就可能會聽得到 so this sound called the terror radius becomes more intense and closer the killer is to a survivor 所以這個聲音啊 他也稱它為 terror radius radius是半徑 terror也是就可怕恐怖的意思 恐怖半徑 所以會變得更劇烈一點 the closer the killer is to a survivor 所以這killer離得越近 他就會變得越intense intense可能是聲音更大或者速度越快 都有可能 survivors can see a red conical light that follows the killer around 所以survivor能夠看到一個紅色的 這個conical的意思 我們不難猜 因為他的這個字一定是從空這個字變出來的 空就是圓錐狀的 所以conical一定就是他的形容詞 所以你看到一個圓錐狀的燈 紅色的燈 他會跟著這個killer 所以他也是一個不錯的一個indication so this red stain shows the direction in which the killer is looking 所以這紅色的這個燈啊 就能夠秀出現在killer在往什麼方向看 所以你要是能夠躲在他後面 他就會看不到你 所以聽起來這樣還不錯 下一個再看一下去 altruistic action 這個字啊是託服層級的字你知道嗎 altruistic 也就是利他的 為了他人好沒有為自己好的 這樣就叫做altruistic 我把中文打一下好了就是利他 有利於別人的 所以像說你是一個捐血的人 你甚至把你的那個 有個organ donor card 就是你身上錢包裡皮夾 帶了一張就是器官捐獻卡 你要是今天車禍的 找到這個裡面有器官捐獻耶 快快快快送去醫院 然後乾脆把他的器官趕快摘下來吧 所以你就是一個比較利他的人 因為你替他人著想 不為自己著想 altruistic altruism 那這裡在講survivor要幹嘛呢 要替大局著想嘛對不對 so survivors can rescue each other from hooks and prevent the sacrifice from being fully completed ok 所以survivor能夠救彼此 這個from hooks是什麼 這個hook我猜啊 就大概八成是那個 killer殺你的方式 然後survivor能夠 預防這個sacrifice 來被完成 所以prevent什麼from什麼 這個是一個很固定的一個 高中英文很愛考的一個東西 我把這邊先打一下好了 所以它是prevent 名詞from另外一個名詞 ok 所以預防名詞1 變成名詞2 大概這樣的意思 ok 好 所以你就可以預防這個sacrifice 我們剛剛才在說 他要把五個人犧牲掉嘛 所以sacrifice這個字 讓他不會被完成 survivors can also attempt to blind or stun the killer 所以survivor我們剛剛說不能夠傷害到killer 可是他能夠讓他暫時瞎眼一下 所以blind這個字有 就是眼睛忙了 所以讓他忙一陣子 不是busy 對不起 是眼忙的忙 那或者可以讓他 可以震他一下 讓他整個變成一個 一個震暈的狀態 可以stun他 which will also make them drop the survivor they are carrying 所以 所以藉由這麼做也可以讓他 因為我這邊看到的似乎是 這個killer可以扛著survivor走來走去 所以你stun他的時候 他就會把他drop下來 讓你可以救他了 so every survivor can heal others from the injured or dying state 每一個survivor都可以救別人 不管你是 是不是有其他任務 我不曉得 所以能夠heal別人 heal others from the injured or dying state 所以從兩個狀態 一個是受傷的狀態 或是死亡中的狀態 whether they have a first aid kit or not 不管他們手上有沒有急救箱 都能夠做這件事 所以急救箱這邊看到這個字 值得學first aid kit 這個kit就是小箱子 那first aid就是急救 aid就幫助 我們加一個first在前面就把它翻譯成急救 所以每個人在遊戲裡都能急救 好我們再看一下一個 generator 我們講到這個發電機了 所以generator這個字 我認為也認識一下 generator一般來說就是產生出東西來 那generator一般就理解為發電機 所以第一個first step towards escaping the trail the trial 對不起不是trail is to repair the five generators spread out across the environment 所以第一步 走向逃離成功這件事情 他把這個地圖就叫他trial trial事實上有法庭的意思 所以這邊好像似乎是這個 killer在審判大家把它給載光了 他乾脆叫他trial 所以修理五個generator 那這個generator是spread out 就是整個擴散在這個環境裡 repairing takes time and makes noise 果然我們猜的沒錯 修理需要時間 還會製造噪音 which can attract the killer 就能夠吸引他來 the killer can also see the exact position of all the generators 這麼賤喔 killer是能夠清楚的看到 所有generator的位置的 所以他就可以去顧著他們 so therefore survivors need to be on their guard so on 什麼guard的意思就是 處於一個防備的狀態下 on guard 加拿大國歌裡就有這句句話 we stand on guard for thee 所以加拿大國歌就是 stand on guard for thee 用的比較古老的英文不是you 用的是the 聽起來就好像比較屌 所以這個叫做我們守衛著你 就我們守衛著加拿大這個國家 we stand on guard for thee 所以survivors need to be on guard on their guard for a patrolling killer patrol就是巡邏的 所以你要小心著 小心著這個正在巡邏的 killer and plan escape routes 你要計畫你的這兩個姿勢走在一起 就是逃跑路線 所以不錯 然後認識一下 escape route 逃跑路線 before starting to work on one 在你開始修generator前 starting to work on one of the generators you need to plan your escape route like many other survivor interactions repairing a generator can trigger skill checks 就像很多其他的survivor的一些互動 修理generator呢 是能夠激發引發一件事情 就是skill checks 不太確定是什麼 或許下面有介紹 果然 skill check 是一個time based reflex action that requires survivor to tap a button at the right time or suffer the consequences 好 ok 所以這是一個 以時間為基礎的一個反應的動作 一個reflex action 什麼叫reflex action 就是你看到 假設現在這個遊戲 有一個燈準備要亮著 那你要成功的修好這個東西 就是燈一亮你就要點下去 要是時間過了 它假設有只有一秒鐘可以讓你按 一秒鐘過了沒按到 對不起來不及了 那你可能就會承受一個懲罰之類的 所以這個就叫 以時間為基礎 它寫的叫做time based 這什麼為基礎就是什麼based 所以時間為基礎的一個反應的一個動作 所以剛剛講的這種reflex action 所以它會require 會需要survive 來tap a button at the right time 所以在一個正確的時間 tap一下 點一下那個鈕這樣子 所以或者它不是一個 時間長度的 反正就是亮起來你就要點這樣 好我或許這解釋到這裡也夠了 否則你就會suffer consequence 所以你就會有 否則你就會遇上後果 filling a skill check warns the killer with loud noise 所以要是失敗了的話 你就會警告那個 所以killer就會收到警告了 有很大的聲響 with a loud noise notification 所以果然我們猜的沒錯 它會收到通知 就好像你手機收到簡訊通知一樣 and regresses the current action's progression 所以它不只會收到通知 你還會把目前這個動作的進度 來倒退回去 所以可能它已經累積出generator 修好五分之四了 結果你screw up 了一個 這個time based reaction reflex action 你要是fail了這個動作的時候 可能就會把你目前的progression 再往後拉 可能變成五分之三五分之二 so an audio cue can be heard right before the skill check appears to help the survivor anticipate the action 所以你能夠去預測 什麼時候這個動作要發生的 怎麼預測呢 因為它有一個audio cue 所以這cue就是我cue你囉 就定音一聲 定音過了三秒之後 你就可以按那個button之類的 所以an audio cue 能夠被聽得到 right before the skill check appears 所以在它發生之前 right before 所以或許中間是沒有什麼gapped 酷 我們把survivor幾乎快看完了 其實你看讀英文沒有多難嘛 最後一個逃跑的部分 when the survivors have repaired five generators the exit gates power up 所以你修好五個generator之後 逃跑的這個閘門就會有電了 once opened 一旦打開了 這個once翻譯成一旦 一旦打開了 the gate allows the survivors to run beyond and escape the trial 它就能夠允許你來就逃跑了 簡單的說 survivors choose when to exit the map 所以survivors可以選擇什麼時候離開 什麼意思呢 they can stay around and save other survivors that didn't make it but must do so before the endgame collapse 所以你如果想要整隊全贏的話 你還可以在這時候去救死掉的人的意思 或者還沒死的其實 所以你可以選擇不逃出去 所以他說的是 you can stay around and save other survivors that didn't make it 所以你可以救其他的沒有成功的人 但是你一定要在這個 他有一個endgame 就是最後的終局的時候 他可能整個game就會collapse collapse就是整個 整個傾倒 整個倒下 整個p 那個中文詞叫什麼 算了我現在想不起來了 OK 所以這個是那個survivors的部分 那我們 killer有幾個 我有點想 你知道 時間真的會讓人家覺得看不完 所以下面有好多東西值得 覺得很值得看 我們把那個 killer的部分 看幾個好不好 所以objective as a killer 看幾個就好 或許我們沒辦法 全部看完但盡量 所以killer的主要objective就是來 please the entity by sacrificing survivors on hooks found in the environment 原來如此 所以他的確有一些宗教的意涵在裡面 好他的主要的objective就是要來取悅 他的objective is to please please取悅誰呢 the entity entity就是 一般來說 entity就是一個單位 一個神 一個鬼 我們都可以稱之為一個單位 一個公司都可以叫做一個entity 所以他這裡用了一個就是非常模糊的一個文字 就是the entity那個單位 這就是遊戲裡的宗教吧 所以他的main objective就是要來取悅這個entity 藉由sacrificing survivor 那要把他掛在鉤子上 unhooks found in the environment 所以聽起來好像是他要把這些人啊 勾在鉤子上 然後好像要掛在某個什麼地方 然後他再去找其他人 有點像紅綠燈還是那種捉鬼 所以這時候可能他找其他人的過程中 別的survivor就可以來把這個hook上的人救下來了 我猜遊戲是這樣玩的 so the killer uses their unique powers and abilities to get as many sacrifices as they can and prevent the survivors from fleeing 所以他用了他自己獨特的能力 powers and abilities 來 對不起 來抓到越多的sacrifice 越好 然後來預防這些survivor from fleeing 所以我們剛看到好幾次escape就是逃跑 可是flee這個字也是逃跑 所以他預防他逃跑 下一個 hunting hunting 不是hunting hunting 打獵 cullers possess 他擁有著heightened senses that help them hunt survivors 所以他能夠有提高的的一些感知 所以killer可以follow temporary scratch marks left behind running survivor wow 他能夠去跟隨著跟蹤著 暫時的一些scratch marks scratch是抓 所以survivor在跑的時候 會在地上留下一些足跡抓痕的概念 這mark就是標記 所以在survivor running的背後會留下來 所以他會留下一個足跡讓killer能看得到 killer can track bloodstain left behind by injured or dying survivors 這合理 所以要是你survivor你流血了 你的bloodstain你的血跡啊 會留下來 所以他能夠track他 the killer receives notifications of survivor location when they make loud noises 所以他得到這個通知 我們剛剛看到過了 所以location能夠知道 當你們做出很大的 make loud noises 打出大噪音的時候 下一個 怎麼追呢?chasing survivors in a straight line killers are faster but survivors have many tricks to put objects and distance between themselves and the killer like window and pallet vaults cool 所以在一個straight line的時候 killer是跑比較快的 可是survivor有很多的一些技巧 很多tricks 來幹嘛呢? 來放一些物件 或者就是可以跟你隔開距離 between themselves and the killer 好比說可以跳過窗戶或之類的 所以窗戶就不是直線啊 你不能通過啊 所以你可能要繞道之類的 或者還有像是什麼 保險 看起來是保險櫃還是什麼櫃 Vault有那一則 Vault就是 真的是保險庫 the killer's goal during the chase is to get into attack range in order to land a devastating hit on the survivor 所以他的目的就是 在一個chase追逐中 就是進入attack range 這兩個隻走在一起 攻擊範圍內 為了來打中一個 devastating 就是一個致命的絕命的一擊 打在survivor身上 cool 下一個attacking是攻擊 他perform two types of basic attacks 兩種基本攻擊 a quick short range attack 一個很快的短程的攻擊 and a long reach lunge attack 這個 lunge就是整個 整個撲過去 所以有長距離的 lunge attack whether they hit or miss attacks always trigger a cool down 無論有沒有打中 攻擊都會trigger一個CD時間 cool down 這個字 我們在中文已經聽得很熟悉了 但總之英文就叫做冷卻時間 cool down 所以你不管是短攻擊 長攻擊 他都會有一個CD Hitting a survivor twice 我 downed them 打中兩次 會讓他們就 就倒下來 我 downed them allowing the killer to pick up and carry them to a sacrificial hook 果然我們前面想的是沒錯 你down了之後 他就可以把你pick up起來 然後把你們 把你載到那個 那個祭壇上 掛在鉤子上 sacrificial hook cool 或許我們就把它看完吧 怎麼樣去 去運送他們的transporting 這些survivor the killer has limited time 他有一個有限時間 to transportsurvivors to a hook 來移送到hook上 as they can eventually wiggle free 所以因為他們 所以要是時間不夠的話 他們可以 這個wiggle就是蠕動 這個字很有趣 所以要是他在時間內 沒有把他們送到 掛在鉤子上的話 他們就會wiggle wig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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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跑掉了 所以扛在肩膀上 他們會wiggle 然後wiggle free的時候 還會讓你這個killer 整個就震住幾秒的概念 所以stunning the killer in the process the killer must also watch out for other survivors 所以killer也必須要小心其他的survivors as some actions can make the killer drop their precious cargo 因為有一些動作 可以使得這個killer呢 把他們這個 把他運的這個貨啊 掉下來 這個 而且他強調的這個cargo 是很precious my precious ok 所以我的這個很 很珍貴的這個sacrifice 會被別人救走 Alright 最後一點 sacrifice 所以face one 哇塞 三個不同的階段 所以階段這邊有個字叫face 認識一下下 第一個階段 the summon summon就是召喚 所以hooked survivors can either wait to be rescued or attempt to free themselves speeding up the entity summoning if they fail 所以被掛在鉤子上的這些survivors 可以做兩個動作 either either之後第一個動詞 然後第二個動詞 ok 所以第一個動詞就是 wait to be rescued 所以你可以等著被救 or 第二個動詞 attempt to free themselves 或者嘗試自己把自己 鬆開 是不是也是用wiggle 我在猜 那如果失敗的話 還會把這個entity的summoning加速 ok 所以要是沒成功啊 還會加速你們的敗亡 第二個phase the struggle 就是掙扎 the survivors might fight the entity to stay alive survivors 能夠跟這個entity去做抗爭打架 為了來保持活著 they cannot attempt to free themselves anymore but rescue from others is still possible 這裡我大概沒玩就沒看懂了 總之你可以保持活著 可是 如果說 是不是失敗了就能夠 不再能夠嘗試逃跑了 可是從 就被別人救還是能夠ok的 rescue from others is still possible 第三個phase the entity devours the hooked survivor 就是你輸了 你被這個entity吞悟掉了 所以devour這個字 就比吃這個字啊 還更生動一點點 devour就是 這樣子 ok ending the sacrifice sequence 所以這個sacrifice就結束了 你要是掙扎失敗 逃脫失敗的話 好可憐喔 Alright 那 再看最後這一點好了 我們剛剛講到一個collapse 就是我講說這個遊戲就是崩塌掉 我沒什麼概念 所以我很想讀一下這個文字 the two-minute endgame collapse is the last phase of a trial and signals the survivors of their last chance to escape 所以 或許我大概懂了 就總之是 像我們知道那個叫什麼 吃雞那個遊戲 它最後縮小地圖 縮小到最後的時候 不是 它都有時間限制嘛 所以要是時間到了什麼的話 可能大家都輸了 所以最後就是一個 總之那個clock rundown的時候 要是大家都沒逃成 就是你們輸了 這就是collapse 掉了 所以最後它是兩分鐘的 two-minute endgame collapse 所以這是最後一個階段 of a trial the last phase of a trial and signals the survivors of their last chance to escape 通知你啊 最後機會 When time runs out 當時間跑完 any survivor remaining on the map 任何留在地圖上的survivor even those hiding in lockers 即便你是躲在置物櫃裡面 fall into the clutches of the entity 你就會被這個entity抓住了 and count as regular sacrifices for the killer 你就會被算成是 killer的這個 獻祭的這樣子 ok 好 所以這個遊戲啊 我們把它 還算是蠻 蠻完整的講完了 當然下面還有一些像是血跡啊 什麼幹嘛那些的一些細節 甚至這裡好像還有一個 talent tree的概念 我們真的沒時間講了 我們這個影片大概長度夠了 但希望這個看完了之後 Pinocchio你是開心的 這集是為你做的 很高興你一直支持我的頻道 其他同學如果有什麼想看的內容 也歡迎告訴我 我們都是可以做的 只要是英文描寫得出的內容過 我就可以找出來導讀給你聽 我是Paul 我們明天見 謝謝 感谢观看